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川省书画研究院专职副院长兼秘书长 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学习楚隋梁的楷书《雁塔圣交序》 前面我们对楚隋梁的楷书《一却复刊碑》 《大之音符经》和《孟法师碑》进行了分析 讲解 演示 《孟法师碑》 《楚隋梁》的楷书以其风格多变 格调高养 高鼓 引领唐代楷书的潮流 它是唐代楷书发展的中流砥柱 它的技术 它对书法的理解 对二王书法的传承 应该说是在中国书法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 所以我们后人在学习中国书法的时候 无一不把楚隋梁的书法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内容 楚隋梁的楷书《雁塔圣教序》是事所公认的 这是《楚隋梁》的楷书的经典之作 代表之作 即《楚隋梁书法之大传》 是最能够代表楚隋梁的书法风格 风貌的典范之作 《楚隋梁》晚年写《大长三上圣教序》 这块碑现在保存在西安的《大雁塔大祠神寺》 这一块碑严格的说是以祖碑两块 一块写的是唐玄宗撰写的《序》 一块碑写的是唐玄宗撰写的《记》 它这个碑在排列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或者是一个特色 《序》是从右往左排的 也就是说从上至下 从右至左 按照传统的中文的格式排列 《记》它是从上到下写 从左往右排 这个在我们古代写碑里边的张法排列里面也是少有的 《雁塔圣教序》的书法 历代对它的评价都很高 在它的风格上 可以说是真正地做到了俄罗多姿 典雅 古朴 你看 俄罗多姿是说它的姿态 姿态又那么丰富 而且还做到了古朴典雅 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技巧 如果我们把《雁塔圣教序》 要和历史上的景点做一个纵效的类比的话 我们觉得在风神上可以给它拆相匹配的是哪个呢 就是汉碑里边的朝全碑 既古朴典雅 又别有孕之 就是说它的骨子里边是汉的东西 草隋良的楷书在发展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的 不被大家所察觉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草隋良早年写的外表上的简洁 古朴防整的时候 草隋良之后它的曲法的异象 在北碑 就在北碑里边 它越到晚年 姿态越丰富 越自由 越神采飞扬 就是说外表上的多支和它的骨子里的骨牙 形成了一个有集体 这有就是我们历来学雁塔圣教序 很多人都没有能够找到一个突破点 实际上往往就得其表象而忽略了其字的东西 我们所有的笔墨都应该建立在对秦汉风古的这种孕乐滋养上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来寻求一个新的形式上的开拓 草隋良应该是在这一点上 他是一个大师 是智慧的 所以在他的实践中 从表象的这种简洁 质朴走向了骨子里边的骨牙 使自己的艺术得到了一种真正的升华 还要想给大家传递的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楚隋良这种技术型的范本 可以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的学习中堂的颜真卿的楷书 奠定非常好的基础 下面我就通过示范给大家对楚隋良《雁塔圣教序》的解读 所进一步的解决 对《雁塔圣教序》的领写 我们还是主张 比它的原体要大一些 能够做到十分公分左右的格子来展大领写 因为它的技术技巧是比较丰富的 如果我们空间小了的话 不便于毛笔的运动过程的展开 这种精度高的楷书 纸笔尤其是要注意 我们这种底子管它就显得出它有相当大的好处 在缝毙上来看 在缝毙上去的瓶轿 刘英雅 一开始 收获 一开始 一开始 叉开 叉开 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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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开 我们写《雁塔深教序》 就要给它留足够的自外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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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它的整体有一个初步的感受 要有一个整体的艺术风貌 要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细致的局部的技术学习上去 大家写的时候 应该可能要比我写的慢一点 这样的了解 一步呢 匙及的利率 掌握一下 我们下 Ali的不含掉 好 我们下来的爆了 我们下来的锅子 在锅子也好 tenemos一个不费的 从来的锅子 我们下来的锅子 我认为是一位含 我的锅子 我认为是一位的锅子 我认为是一位好 我认为一位好 但祅在你设议ima 我们在其他几个T里面学到的技术 来对数学量的研塔生教学的学习 我们就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这么重要的生意 来对确实的学习 这是一位在学习的关系 那又是一位在学习的 我们在学习的内感 学习的意习 我们在学习的中心 我们在学习的学习 我学习的学习的学习 我们就在对它进行局部的解写之前 我们要对它的分段的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下面把《雁塔圣教序》的一些技术细节 我们可以给大家通过演示做一些讲解 我们刚才在写的过程中大家应该注意得到 对《楚隋良》《雁塔圣教序》的临写 我们在铺毫的过程中是相当有节制的 就是毛笔铺毫的过程中每铺必提 没有哪一笔的暗是没有一个回收的感觉 都是临着走的 就是让毛笔铺着走 让线始终保持一种内淫之感 这是我们在对《楚隋良》《雁塔圣教序》这个范本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所有的暗都包含着提 始终用一个内收的感觉给它的所有的运动一个制约 我们还是从它的点开始说 《雁塔圣教序》的点没有《大字音符经》那么外露 但是它的姿态还是非常的丰富 你看我们第一行《唐》《中文》三个字上面的三点就是三种姿态 就是一横一点实际上是一个动静组合 大家注意 是一个动静组合 这一点是静态的 这一横有提按 有运动感非常的强 甚至于这一横它里边有一个波的这种感觉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看 所以说这一点的静显得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 宗字 宝盖头的上的这一点 它是一个三角形向下压的 那么给它的这种 宝盖的下面是一个是 这一个点把它镇住压住 它是一个 这两个点都是一个趋于静态的 但是文呢 它整个点和横包括这一撇都是动态的 这一纳 单看这一纳它也是动态的 但是这个纳给下面的这一个交叉形成了一个静态组合 那么上面的这个神动就显得很重要 所以说它的点在书写的过程中尽管还是一个点 它的姿态在里边的表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点的书写是起形收 但是这个起形收它所反应对应的姿态表情和在情境里边所起的作用完全不一样 所以尽管是仅仅一个上面的点 我们大家在临写的时候都不能离开它的情境和环境来对它进行一个极界的约束 没有一成不变的 它都是随情景而变化 所以说大家在临写的时候都不要离开这个字的环境来谈哪一点的神态 它在唐的上面 在中的上面和在文的上面角色都不一样 所以说一定是要在书写这个点画的时候 赋予它在特定的情景下的这种角色 你看这个地同样是一个很有表情的一个横 在唐和地的上面它两个点是不一样的 情境里面它不一样 一定就是说我们大家不能离开这个字和这个字的整体的状况去单纯去说一个点的形态 我把有点的字给大家临一组 大家看一下 这是有点的 这是有点的 所以我们儿竟然会继续则 稍微的这种一个高度 现在我们儿竟然会继续划 这种人很高兴 我们儿竟然会继续刷 我们儿竟然会继续刷 我们儿竟然会继续则 我们儿竟然是太乳竟然会继续创 我认识 我们儿竟然会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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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写点的时候 其实表现点的姿态都是运笔过程的快慢 这是一个停顿 留和住来表达的 停顿的时间长的地方 它就厚重 就趋于静 停顿的时间短的地方 它就流动 就趋于动 就是你是要它先动厚静 还是让它先进厚动 那么我们在写它的时候都是要注意 它里边的脸痕实际上是两点的处理 同样是宝盖上面 它还不一样 我们大家都在训练的过程中 这叫有意思的 我就是选这一组 就是训练对点的感觉 感受 感悟 它在下面 我这一点 局部的强烈的动态和整体的静态要不冲突 它是中间的点 再次的里面 再次到左右 内部 再次的内部 我们再次的内部 再次用一张点 再次用一张点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篇里边几乎把点在储碎领的对方 这一篇里边几乎把点在储碎领的角度 这个书法里边的不同位置的不同表现 不同的组合 可以说都是集中在一块 那么我们对点的不同情境下的训练做得越细越好 尤其是我们在俗写过程中 我要它上面重 下面轻 下面重一点 它就是上时下虚 就是我今天在上一讲里边给大家提示的那种 我要让它整个都处于动 在里边是一个动态 我要让它和座边的符印 毛笔的祈祷是可以从上往下写 也可以从下往上写 你们看我在写这个点的时候 回复上去的这一下才完成了它整个体积感的表达 毛笔的祈祷 就是浮衣之间完成它的形的表达 对楚垂良 《雁塔圣教续》的学习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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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